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 我叫王寿之 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听 跟设计有关 因为今天我的题目 我没有这个东西放给大家看 就是个干讲 谢谢 我刚刚去了一个非常棒的酒店 因为开一个非常大的国际研讨会 有一个新的厕所 厕所非常漂亮 漂亮的简直觉得不像厕所 走进去全是大理石的 然后走进去没有人 很奇幻 因为那个厕所 那一层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专家在用 所以走进厕所 我一开门进去 第一个让我做设计做了这么久 有点怀疑自己的就是 他那个男女厕所的标志 他画得非常简单 一条线 一个这样 一个这样 旁边没有人 两个紫颜色非常小 又都是大理石的 米色的 我在那看半天 我是应该进 这个是那个呢 然后我就叫了医生 中文这样 有没有人 里面没有回答 Anybody there 没有声音 我推门进去 很大 那个卫生间大概有这个台 四个这么大 很大的一个卫生间 那是准备博物馆级的 一走进去以后呢 没灯 我就呆住了 然后发觉我一走 哎 灯亮了 然后第一层的那个洗手间 都灯亮了 然后我再走第二层 那个小便的那个空间 大概有 我估计有十个小便器啊 走进去一讲 灯又亮了 然后这个很好啊 就比较方便 就在那里方便 我因为年纪大了 上厕所时间长一点 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下 啪 灯熄掉了 这智能化设计啊 没灯了 我一下慌了 这没灯怎么办呢 后来我灵机一动 这是智能灯 剁脚 啪 又亮了 所以我说我那个小便呢 劳动得挺辛苦 因为我不定的剁脚 然后把小便用完 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年纪小便 去年 我一个更好玩的设计 我去南昌 给我住进一家五星级的宾馆 那个宾馆告诉我 这是五星级的是全智能的宾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租宾馆的第一个困惑 就是找 你进旅馆的头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你是去熟悉开关 大家有这个经验吧 就是满天找开关 首先一看 里面有总开 蓝灯 悬关灯 然后你就看有五个灯 啪啪啪啪啪按 你把它都按完了以后 到床头发现床头一边还有一排灯 然后你开始按那些灯 然后你有些时候发觉一按了灯以后 那窗帘自动在开 因为你不知道其中有窗帘灯 你又继续在按灯 但是你的记性不太好 因为我这个出差多的人经常想到 昨天晚上住的酒店 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呢又忘记了 所以晚上又在那乱按灯啊 那么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 这个是高级设计的酒店 全智能的酒店 好到什么地步呢 好到没开关 哎呀太愉快了 那就走进去 走进去发觉也有 因为我动手它就会开灯 这个有些时候你动手是不想开灯 大家知道吗 你不想它开 它也开这边开 那就不用说了 晚上非常安静的洗了澡脱了衣服睡觉 然后呢它就开始真实 整个就暗下来了 就睡得很舒服了 半夜要起床啊 一起床全整个房的灯都亮了 就是你自己在床上突然间觉得 因为大家知道半夜起来 你是想朦朦胧胧的有点灯 上个厕所再睡觉 就不要不要醒 结果它全亮了 你知道我这个年龄全亮了 我大概得一个钟头才睡着 然后再睡到早上六点钟的时候 有一点想上厕所 那个时候就跟自己说不要上 因为再亮我又这个 就完蛋了今天睡觉 那我讲这两个例子呢 就说这就是design的问题了 这设计的问题 现在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处在一个喜剧的年代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觉得我们的设计已经到了一个国际的高度 并且是全球最好的高度 大家听我讲课 我大概只讲历史 不太批评 就是我觉得好像批评没用 因为一批评的话 你会遇到满城的人骂你 他骂你呢 他不会说你这个设计是错误的 他首先说你不爱国 这一骂就惨了 因为从这个立场上把我一拔了 我就真是没有办法说话了 现在讲设计的一个困难就是设计批评 没法批评 因为一批评就变成别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讲 中国的设计这个发展是我真正见证的 因为我是应该属于中国最早的 去推动现代设计的那一代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 在广州美术学院那个还没有这个地方呢 华郊城也还没有呢 这个剧院也没有呢 当时深圳的边缘就是在现在港厦那个地方 这边都是红土呢 你看深圳现在变得车水马龙地铁 这是完全我见证的 当年的设计和现在的设计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现在的设计企业一定领先于院校 现在设计你说 我们在学校里面做虚拟的手机 你怎么都做得过华为 你怎么都做过小米 OPPO Vivo 这是了不得的手机 你到工厂去上万个人在做产品的研发 你在学校里面做虚拟手机 用个泡沫塑料磨一个 你做梦吧 但是我们那个当年 我们80年代 我们的院校是领先于企业的 院校是最先进最快的 那么现在走了这么多年 走了40年 现在院校肯定在技术含量设计水准上面 它不如那个企业 但现在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院校教学生主要是教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40年前 我们当时朦朦胧胧觉得 哎呀 应该了解一点设计的知识 但是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院校和企业联合 我们能够做一点项目做装修做景观设计 做海报能够做一个产品的包装 那个时候我们以这个最高的荣幸 我们在广州美院甚至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集美 现在叫集美组 这一个公司 然后延伸出很多很多的公司 全国都走这条路 中央美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这些学院都在大规模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并且很多人是以做到这个项目为荣耀 但到现在为止呢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企业经济 这么一引进来以后啊 原来是三来一补 来一样加工 是外国的设计 我们做 我们把这个学会了 但中国人在学会以后 很快连设计也掌握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东西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已经不具有那个说 我们搞不懂的问题 我们都搞懂了 搞懂了以后 企业当然快得不得了 但是院校是在原地踏步啊 我今天要讲这个观点就是 我们中国的设计院校规模全球第一 但是我们设计的质量的确差强人意 这就是设计发生了什么 走了40年有点走回原点 怎么这么说呢 院校的老师有多少 老师和学生多少 我举个例子说啊 我自己当院长这个学校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比是1比13 就一个老师对13个学生 我刚刚从江苏回来 从浙江回来 我去看过的四个五个大学 的师生比是1比21 也就是一个老师21个学生 然后我到西北去看过几个学校 是1比40 大家想 我在美国教书的那个学校 教了25年书的学校 师生比是1比3 大家说那怎么搞啊 这个一个老师三个学生 你得多了老师 老师就是多 他有400多个老师 他才1500个学生 那大家说那这预算打不过来啊 当然学费很贵 这不用说了 但有一个 别人兼职老师多啊 一个院校里面全职教授 只有50个人 其他全兼职的 他说兼职怎么行啊 兼职不行啊 我们一定是要全职的 别人就允许这个兼职 但是兼职那肯定烂了 不烂啊 汽车系的设计老师 这个有很棒的 Jay May 福特汽车公司的设计总监 有Chris Banco 宝马汽车的设计总监 电影系的老师 有Michael Bay 这是Transformer的导演 是最一流的人 别人在第一线工作 当然以院校教书为荣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 不管是罗德岛设计学院 我们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普拉特学院 帕森斯学院 美国的设计学院大量的是这种兼职 所以市中比数是一比三四左右 一比三四就好像我是你爹 我天天都知道你 你的英容校貌 你的情绪问题 我都知道 我肯定教得好 我们当时在广州美园 我们整个设计系 1982年 一共加起来 四届学生不到一百人 就是那么小 我们一年招二十五个 二十五个是中南五省去招 每个省才五个 你想能补好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交出来 基本上都是成品 2005年以后 咱们扩招了 扩招的原因呢 那不是为了把教育搞上去 是为了学校多搞点钱 艺术学院招生 多招一个是一万块 在广东省 现在是可能一万五 多招一个 数学系哲学系工学院 多招一个是六千块 这个招生什么结果呢 全国所有大学都开设计 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吗 中国现在有七百所大学 有艺术与设计专业 大家都开 并且都开博士硕士课程 招的学生 每个学院一年招生 就招几千人 多得上万人 很吓人啊 中国美术学院每年的考生是十六万人 十六万人去学校考素描 每个人喝两瓶矿泉水 就是三十二万瓶矿泉水啊 加上他的爹妈各喝两瓶 每一天消耗就是一百万矿泉水啊 收矿泉水的人手都收软了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每个人报三个学科 每个学科交一百五十块钱的报名费 你想十六万乘三是多少钱 你们算一算 这个就变成了规模了 但是这个规模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教育 教育是人跟人教的 不是机器教人的 原来我们的艺术教育 中国加起来就是八加八嘛 八个美术学院八个艺术学院嘛 每个学校都是一比十一比八 甚至一比四的这样比例 中央美院长期一比七啊 是这么一个比例 在这种比例里面 当然这个汤就煮得非常浓 大家知道我们老师就好像一把盐 学校就好比一锅汤 这锅汤放一把盐 这个汤是鲜味的 是吧 现在我们这个汤开始变成一个水缸 还是放一把盐 现在最恐怖是 按照现在250万艺术设计的学生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水缸的汤 我们是一个游泳池放一把盐 现在的设计教育 就是游泳池里面放的盐是寡然无味 然后大家已经忘记了设计教育是做什么的 现在我们大家在想叫设计呢 就是规模 学位有多少 我们有多能够在排名排到第几位 哎呀这个排名 这些年可把我折腾惨了 因为要排 你说那个 你要进入那么多排名 你每年你都不知道搞什么 就每年你就为了排名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大家慢慢忘记了 我们设计教育是做什么东西的 我参加了无数的这种设计大奖的评审啊 我有一句话 不知该不该讲 第一个是大部分的得奖作品 我看不太懂 现在广东话讲得很恶毒啊 包雷不懂啊 就是听你看不看得懂 就是让你不懂 懂了就不能得奖 如果你写一个海报说 今天有音乐会遗场 交响音乐谁演 就几个字 有一只指挥棒 或者有一只手 绝对落选 如果你把这个海报搞成 哇 满天都是符号 几层不同的颜色 字体是反的 哎呀 肯定得大奖 这个是现在很常见的 工业设计展 基本上是不能用的东西 工业设计得大奖的东西 拿出来 一个麻绳绑的一个木片 告诉你这个是什么 是生态的 环保的 然后最后你看一下 不错 给它打一个夹灯奖 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肯定是落选的 因为市场上卖的 我们现在看的手机的东西 绝对不走这一路 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设计教育 在做什么呢 大家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大家拼命地往前哄 我刚刚从杭州过来 参加了一个巨大的会议 今年是很厉害的一年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 庆祝一百周年校庆 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 一百周年 我就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美术学院 能够开这么大的活动 两八十的外国专家 一到现场我就有点懵 因为有很多武警 然后天台上也有武警 我想我们这些人大概不需要什么保护吧 后来告诉我们这里有特大的领导要来 多大我就不用说了 反正大领导 这个进去一排两排三排 反正我们最后做到后面 整个的开幕式那个宏伟 那种庄严 就不用说了 那个大设计完了以后就开展学术活动 多少个学术活动开始呢 三天之内三十六个学术活动同时开始 就设计到设计主题就十六个 那个真是蒙掉了 我主持那个活动里面有四十个外国人 都不是等闲四肢的外国人 我们讲包豪斯 大家觉得很梦幻 包豪斯 那里的包豪斯基本上 中国的世界包豪斯最大的村全在那里 柏林包豪斯党案馆 德烧包豪斯基金会 魏马包豪斯党案馆的馆长全在那里 并且呢世界上最好的写包豪斯人 也坐在那里 大家在这里聊聊聊聊半天以后 大家最后就是一个印度的学者 就来讲这个包豪斯对印度的影响 我在那里听好像觉得非常的瞄远 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跟咱们中国关系不是太大 当然有很多很多人讲话 学术嘛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觉得我们的设计教育 艺术教育 现在的就是做规模 做大 做红 做国际 做到这个时候 然后倒过来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设计到底是为什么的 我其实想了半天 我在美国教了这么多年书 其实讲来讲去设计就是一个字 设计师的核心的训练 是学会怎么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就这么一个事儿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我一到那里去给我一瓶矿泉水 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这个矿泉水特别大 王老师你上台了 给一瓶矿泉水 第二个这个人呢 这么喝水的模样是非常难看的 你知道吧 你说一老头儿站在那里 拿了一瓶巨大的矿泉水在那里 是非常难看的 我说这不就一个问题吗 他说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说能不能小一点呢 他们说小了好像不划算呢 这个水肯定要多了是吧 我想我觉得最好看的状态 如果我在这里喝水 是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在这里喝 我觉得比较雅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 可能有人说要个功夫茶杯 比较雅 我呢觉得是一个玻璃杯 这对我是最好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矿泉水的瓶子 第一个做小一点 第二个能不能把这个瓶子做成两截 上面那个盖的一截 倒过来变成一个玻璃杯 大家懂我这个道理吧 这不就是一个问题 你找你不想这样喝 那你要借一个玻璃杯也很麻烦 你能不能说把这个设计变成两截 把它拧开这个盖子 就是一个玻璃杯 是个透明的 然后倒进去 当然香港也有人做 刘晓康老师做的那个是绿颜色的 记得吧 那个香港那些宽约是绿颜色的 但是我这个年龄啊 举一个绿颜色的觉得有点怪啊 苹果绿的 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 还是想一个最干净的 直升的玻璃杯 我就觉得 在什么场合我都很喜欢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问题的发现 我们说有很多的问题 你回到我刚才说的酒店 晚上一翻身整个灯都亮了 阅读灯是最困难的 现在阅读灯把它分解得很厉害 一上床以后有一根这样的灯 是吧 这个灯是一条弯管线 你要把它推进去 把它拉出来 然后找开关 然后光呢非常小 对着你 然后第二个有个阅读灯一按 头顶上有一个射向你的头 这个感觉就好像被审判一样 因为正中间 第三个还有一个床灯 两边还有 我想了半天 我说最舒服的这个酒店的灯 还是我在德国的那种小城市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床头灯 就是用人手去拧开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人 当一个人你过度的给人去照顾 给设计 你把人的本质抽掉了 当你把每个人设定为一个白痴的话 你的设计是另外一套 当把每个人都设定成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的设计 它是符合我们要求的 这就是我们设计教育要做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压根现在没有人谈 在所有的会议 在所有的论章上 大家都不谈这种基本的理由 如果我谈一个矿泉水的问题 大家说都笑死了 我们现在都谈这个灯火星的问题了 你还在矿泉水呢 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这个内容来说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讲的 今天的这个设计出了什么事 就是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很多人端久了 倒觉得自己是个大师 我就经常开会就见到这么一群大师 谎话很可怕 因为讲多了自己都信以为真 我现在看设计界 全是信以为真的人 这些人出来评判 来教导学生 绝对是一害 这个我觉得现在就糟糕 就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说我们忘记了我们设计真真实实的基础 是回到原点为人民服务 我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设计和艺术的最大区别就是 艺术是for me 艺术是个人的东西绝对的 如果我画一张画说 大众喜欢这是商业艺术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好的艺术 真实的艺术是我的艺术 我画什么 我就做整 就是艺术是for me design是什么 design是for you 是为大家的 我们要把这一点忘记了 我们经常听见人混淆 说艺术设计 我说别 别这么说啊 艺术与设计 因为它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for me 一个是for you 你怎么混在一起呢 并且经常看见有学生提问题 昨天在南京 还有个学生问我问题 老师啊 如果碰见一个 我的东家 我的甲方品味其差 非常的艳俗 我怎么办啊 我说你根本就没资格跟客户说no 你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 你怎么能说no呢 并且客户说做这个 就说明有市场的需求 你可以把你的概念去告诉他 去劝说他 但绝对 你不能用艺术家说你们都是妈的傻 傻瓜 我妈最伟大 根本没这个资格 设计就是为人民服务 讲来讲去 回到原点 今天大家说 哎呀王老师我今天跑来听你讲课 非常期待你讲很多大道理给我听 我觉得中国设计走了40年 现在是回归零 今年 2018年 随着这么多大美院 中央美院 100年 中国美院90年 鲁迅美食院80年 只有广州美院最怂啊 60年自己说自己 其实没有那么短啊 广州美院往前算 算到1922年胡更天 有那么长 广州美院 但现在往1953年算 广州美院我是觉得非常的愤怒啊 别人都往前讲 你都往后讲 为了照顾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到广州美院参加60周年校庆 我就说没有你们这个叫法的 我说你看看别人湖南大学 一说咱们一千年啊 那是大家知道那个那个湖南大学有啊 他从朱西算起你知道吧 那个那个很厉害 别人千年大学 你这好家伙你都往60年说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个设计走的这么大一圈 走到现在其实应该 我们说走过了那个虚滑的阶段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零 考虑设计是为什么设计是 真正是要教育一代年轻人 做企业未来开发研发创意的后备军 他有flexibility 有弹性 有潜力 有想象力 而他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 humble的feeling 这个是我的讲的核心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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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